哎呀 圣渝兄 这大唐方正的表 你已经梳理出六卷了 而且详情备制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旧版唐书啊 吴表实在是一大汉事 后人遇知前朝之事 查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啊 是啊 咱们这新修的唐书啊 一定要查补前人的漏缺才可以啊 是啊 漏缺越少 我们对全朝人物的褒贬便越中肯 而且对后人也是大有益处啊 对了 圣渝兄 此书若成 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能与诸功同言诸书 圣渝啊 实在是心满意足了 带我们修订完唐书 我和诸位一同奏禀圣上 为圣渝请功大家觉得如何呀 好 好好好 诸位啊 就别拿我取笑了 要不然啊 这唐书就修不完了 这旧版唐书两百卷 仍显有不足 这新唐书要补起这鱼漏 哎 你说的这个难题啊 我也在想怎么解决 今晨我就见到了一匹骏马 飞驰在街上 突然见他脚下踩死了一条狗 哦 你们说 像这样一件事 如果写在史书之上 该如何描述啊 嗯 有犬卧于通渠 以马蹄而杀之 十二个字 还有呢 有马异于接渠 卧犬遭之而弊 这也是十二个字 若如此撰写唐书的话 怕是一千卷也写不完喽 是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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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原文 勇书高见呀 哦 不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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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可不可不可 OK 我知道你就说 那我试试 一马 杀犬 于道 六个字 好啊 奇妙 勇书 你又进步了 哈哈 那嘞 咱们啊 要是都按照勇书这样 还怕咱们新修的堂书修不完吗 是啊 那我们能不能抓紧时间修书啊 好好抓紧时间 好 抓紧时间 来看一下 可以吗 好 可以吗 好 好 可以吗 好